南山人寿去年纷扰不断 砸上百亿建制的新系统 爆出一堆不稳的乱象 让内外其员工都处理到快爆肝 苹果接获员工爆料 南山为了防堵年后可能的励志钞 竟然扣住原本该在年前发的绩效奖金 打算延期并且是分期发放 甚至连尾牙奖项的奖金 都一并在3月25日才会给 如果发放前就离职 不止绩效奖金打折 尾牙奖金也没了 苹果连线南山总经理许妙靖 他对系统和绩效奖金的争议做出回应 做的是很远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回来 而且都已经在逐步解决当中了 这些会议都还没开 决策也都是要在这些会议上面做的 他也说尾牙奖项发放没有不同 是因为台北桃园合办 才会让发放作业时间多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多坐船车 感谢大家